進來豬 拼高頭 路實安 萊豬行政命令表決大戰 在野黨立委極力反對也沒用 九項行政命令全數通過 韓萊克多巴胺豬肉 元旦起開放進口台灣 但元旦後恐天下大亂 因為地方和中央法令衝突 等於1月1號正式攤牌 1月1號的萊豬就要進口了 我們市政府要去做很多的準備 不過包括是這樣 我們自治條例通過了 中央也沒有否決也沒有贊成 所以這很奇怪 就變成一個國家兩套法律 一直有辦法理解 到底民進黨政府腦袋在想什麼 有辦法理解 而且你拿到以前講的話跟現在講的話 靈魂交換 是在冰箱那邊我實在看不見 聖誕學 總統又送給我們一個最大 最難過的聖誕禮物 讓我們史安更擔憂 尤其我更擔憂了總統既然決定要讓他們進來 這也是一個政策 更重要的是你既然讓他們進來 你就要做嚴格保關 讓民眾選擇吃或不吃的權力 這也是蔡總統自己說的 讓民眾能夠選擇吃或不吃 那既然你沒有辦法做好嚴格保安 讓他們進來 那民眾 也說了民眾有選擇吃或不吃的權力 那到現在為止 萊豬標不標示全國也沒有同意做 民眾也不知道如何來選擇吃或不吃 所以連人民最卑微的請求 選擇吃或不吃 都沒有辦法做到的話 那民眾能安心嗎 總統能安心嗎 中央配套不足 地方把關自己來 訂定食安自治條例 嚴守來記領檢出 台北 新北 桃園及高雄 食安條例行政院合定中 台南 江宋 政院合定 苗栗 雲林 嘉義市 台東 澎湖 金門 蓮江 則由衛福部合定中 而南投 嘉義縣 屏東 花蓮 江宋 衛福部合定 台中 新竹縣 彰化 基隆 宜蘭 則是已經開始實施 全台21縣市拒絕來記 只有新竹市沒有制定相關條例 我們對於昨天立法院表決的結果 要開放萊豬進口 我們感到非常的遺憾 也非常的擔心 擔心明年1月1號開放萊豬進口 它會影響到國人的食安健康 也會嚴重的衝擊傷害到 本土國產豬 台灣豬的畜牧業 但是呢 既然表決結果政府 國家要強制的開放萊豬進口 那麼地方政府 我們地方的商家跟民眾 也必須做好因應跟準備 萊豬明年元旦就要進口 那不僅中央地方 對零檢出的規範是不同調 很多縣市其實也不太一樣 有些縣市不僅是禁止販售 還有萊劑的肉品 就連儲存和運送也都不可以 那各縣市不同的狀況之下 難道要在縣市的交界畫起紅龍嗎 若連運輸都要受罰 一旦地方自治條例生效 可能就要在縣市分界點 設下關卡攔檢經過的車輛 食安跟防疫是一樣的 要全國一致 千萬不要各自為政亂的套 而我們一定會做到 全國對於食品安全最高的要求 包括國外進口 我們一定從海關到餐桌 嚴格把關 過了年我們每個上班日 還會公布所有的 像豬肉產品 國內屠宰量多少 國外有沒有進口 進口多少 我們都清清楚楚 不但這樣向國人同胞 明白報告 同時也會來所有的標示 跟著肉品走 農委會跟衛福部 還有各部會現在主要做的工作 就是兩個重點 第一個就是希望可以配合所有的豬肉 跟豬肉製品 不管是在販賣的場所 或者是在我們的餐飲場所 包括餐廳便當業 小吃店等 全部要做好標示這個工作 我想只要把清楚標示 而且標示產地來源國 這件事情做好 那1月1號 這個萊克豆班的豬肉開放的時候 我們認為是對消費者 都一個選擇最大的一個保障 那第二個就是我們會配合院長指示的 所有的進口的豬肉的流向管制 而且每天會公布所有豬肉的進口數量 還有國內的一個屠宰的數量 讓全國知道我們所有的豬肉跟豬肉製品的流向的管理 那最後當然是農委會會百分之百執行我們百億基金到位 確保所有的養豬的農民的收入維持在一定的水準 挺台灣豬全民動起來 國民黨智庫副董事長連勝文更PO文挺本土豬 連勝文自嘲自己被尊稱為神豬這麼多年 如果在這關鍵的時刻不為台灣豬發聲 那神豬這個稱號豈不是白叫了 用實際的行動去支持我們台灣的豬肉 台灣的這些豬農 然後聚買這個有瘦肉精的這些豬肉 我想這個是我們個人在生活當中可以做的事情 萊豬法令衝突中央地方相互鬥法 元旦將至萊豬來了恐怕上演大亂鬥 記者陳怡軒 李怡婷 台北報導 中立新聞不會消失 只會更強大